这是唯一一部久人看完 十人葬好的国产骑门盾甲电影 别的不说 就看那金钟照的特效 既没有浮夸的效果 但又能恰到好处 每一帧画面都能体现出自然流畅 何为骑门盾甲 骑是由三部分组成 骑就是咒服 应三骑 吉野 宁 本片中大师节使用之术法便是咒服 门指八门 吉开 修 升 商 路 井 四 金 小师妹风小小用的零散便是开八门之术法 盾甲则指六甲巡手盾入六营 吉物 吉 登 星 人 尾 很明显大师兄手中金钟照便是盾甲之术法 在过往奇门盾甲电影中这一部算是代表之作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便是高能 附加人家中的一头老母猪 不知为何在一夜之间找出了一顿的肉 本想请乌尹们的人来捉腰除魔 可偏偏被一个名叫无音的骗子揭露 他是城里的混子 不但不学无术 还招摇撞天 当他目睹那头巨大的老母猪时 不禁吓了一跳 慌忙的撒了动 说完就想借此离开 不料富家公子一把拉住他 还拿出一箱银子作为酬劳 做梦都想着发财的无音敌不过诱务 只好接下去 他抱着银子走进房间 心想这只不过比普通的猪大几个吨位而已 想着转一下就可以走 可下一秒 看到的这老母猪正在啃吃着人 这可被吓坏了 掉头就往回跑 心中惊恐万分 只想尽快逃离这恐怖的地 老母猪紧紧追了出来 忽向无音 可不知为何 当老母猪生存无音后突然身体爆炸 接着一团像猪粪的东西掉落在他身上 还不停地在挪动 瞬间周围引来一群虫妖 样子极为恐怖 人头重生还长得锋利的爪子 见此况 他顾不上这坨义务 连忙拔腿就跑 不料没跑出多远就被妖物割吼 眼看这无音快不行了 可这坨义务慢慢溶进了他的体内 这东西不是别的 就是各方都想争夺的太岁 能使人七死回生的保护 没过多久 他便复活了过来 太岁又是自由为达 什么酒 可他没有料到 复活过来后变得如此强壮 全赖太岁赋予的力量 看来太岁选中了他的身体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刚认识的太岁竟然强迫他吃下这只虫妖来自补身体 这时也不由他做主 正当下口时 一位女道士突然出现在身前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他叫风小小是雾影门人 上前便对无音说 跟我回雾影门 我帮你将他取出来 原来老爹强行把下葬多年的爷爷挖了出来 硬要一家四口一起吃饭 可男孩却慌了一批 生性胆怯的他突然觉得爹妈不认识了 老妈不但死死地盯着他 脸上还不停露出阴森森的笑容 他再也受不了了 爹妈之所以这么怪异 都是因为虫妖侵占了他们的身体 男孩夺门而出 拼命地向外跑去 没等他跑出多远 还是被爹妈前后围住 样子像两只也瘦在不裂 关键时刻 必把零伞从天而降 像极个蜘蛛大螃蟹似的 枉然罩住了老爹 而老妈一根剑式的冲向儿子 突然一只大手抓住他的头 猛力撞向大树 原来是一名道士 和一把蜘蛛式的零伞分别与妖物斗法 经过一番大乱斗 没过多久 妖物变化为灰烬 变成毒虫一散而去 这时才看清出手相救的是一名女道士 他叫风小小是雾影门的小师妹 还没等他缓过神 成群的毒虫再次攻向他 他使出零伞勉强抵挡住 幸好这时从周围飞出无数岛火转 原来是及时打来的大师兄 和师姐接受相救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男孩遇到死去的爷爷 向他索要一个叫太岁的东西 据说太岁是神煞之手 能增强战斗力 更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奇想 就因为如此的重宝 才引来多方争夺 起初老爹只想挖出 下葬多年的爷爷取出太岁 为天生双目失明的儿子治病 可事事难料 太岁是治好男孩的双眼 从来没看过东西的孩子 一下子看到的 所有一切都是陌生的 甚至连爹妈也只能 凭声音来分辨 可他根本不知道 太岁只是寄居在他身上而已 你不是你的爹娘 你爹娘 但是亲爱的草虫 吃了我们想留宿 红石妖虫也是为了太岁找不过来 并且侵占到爹妈身上 所以才有刚才这出 而眼前的爷爷无疑也是妖虫所控 男孩慌得很 可太岁根本不将这些妖物放在眼里 一声入口 妖物顿时被弹飞出50米开外 红石也献出真身 由于太岁的力量太过于巨大 男孩小小身躯根本承受不了 一下子便起了作用吐了出来 接着便晕死过去 此时小小三人已经来到男孩身旁 孩子已经瘫软在地上 甚至连眼睛也无法睁开 没多久一醒来便哭哭 小小见状不忍心 练失了的法术 让男孩忘记爹妈成了妖魔 今后他便成为一个孤儿 一场人魔大战即将开始 看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我给兄弟们推荐的好玩的 如果你也单身 又想要一个可爱听话的女友 快用牵手吧 上面好看的女孩很多 外卖吃腻了 会一起做饭 生日了给你买礼物 还会陪你一起打游戏 轻松找到一起玩的妹子 大表哥花了不到两周 就交到对象了 你们也得评论去试试吧 这是一个凡人会变成妖魔的年代 表面上看似太平盛世 实际却妖魔纵横 凡人无心劳作 每日浑浑恶恶 满脑子都想着升官发财 而妖物以抢夺凡人身体为目的 藏于大街小巷 每个角落刺激而行 幸好有这么一群道士 他们修炼奇门遁甲之术 以斩妖除魔为己 他们大隐于是 往往藏于嘻嘻嚷嚷的 普通人群之中 有些化身乞丐 有些做着最底层的苦力 甚至是街头上表演的戏粉意义 目的只为了守护一方的太平 一旦发现妖魔鬼怪有异动 他们便与物影门人的身份出现 维护证明 因为物影门得知太岁重现世间 引来各路妖魔争夺 为了还世人一个太平 他们务必出手夺回太岁 可这宝物也太有根性 行踪无定难以捉摸 他们多次行动都泼了个空 这次也同样被他逃跑 自从无因意外得到太岁的加持 人生便是开了挂身 不但不死不灭 更是力量大责 平时不敢做的事 有了太岁的加持 直接把钱中的金银洗劫一空 掉头便带着上百斤重的金子 来到了青楼屋 哪来那么多钱 哪来那么多钱啊 你说这次 钱够不够数 青楼里的女人 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金子 大家都看待了 要不是那傻丫头把你带回来 你乱在地里都没认识 她只是为了帮这里的恩人赎身 等等 从我这出去的姑娘 都得过好日子 别过两天又给我送回来 想好了 就临走 不得不说这里的老岛确实是个好 可他俩刚离开后 这里的老岛可不太好 原来无因身上有那妖人想要的东西 这东西也是乌尹门一直被视为必取之 趁无因乐在其中时 风小小再次封印着太阳 就这样 无因被带进了乌尹门的重点 年轻人 给你的地瓜好吃吗 师姐 要知道乌尹门人各个身怀绝技 往往大隐于世 平日里的行脚苦力 戏法大师 云游道士都有可能 只有在妖魔祸乱人间的时候 才会显入真身 如今武师兄妹齐聚此地 为的就是要取出无因身上的太岁 但说也奇怪 普通人的身体难以承受太岁的能量 迟早会像那头老母猪一样爆炸 但过了这么久 无因居然没事 但凡事都有例外 除非无因能用意识来控制太岁 为其所用 既然有办法可以不用取出太岁 无因自然是乐意 因为他也感受到太岁 给他带来的好处 加入 为守护这个世间 做点什么 于是师兄弟几人一合计 既然无因和太岁还挺合得来 而且这么久都没爆炸 况且师妹平时也是孤身一人作战 也是事后该有的办 大家不谋而合也同意 于是大家各走五行方位 准备为无因解开太岁的 这时封晓晓刚解开他的封印 就出情况了 对不起 幸好小小有灵扫护身 紧接着师兄姐轮番攻击 都给他轻松躲过 接着大师兄使出金钟罩法器 一下子把无因整个罩在里面 可不一会儿 他便脱离金钟罩 这时的法器好像对他毫无效果 原来太岁已经有了防备 看来是早有阴谋 经过几番较量 师兄姐都败下阵来 此时的无因才意识到被太岁利用 可这时也由不得他 太岁已经完全接管了他的控制权 要知道太岁是神煞之手 想为其所用 必须自身要有足够强大之意念 才能真正驾驭太岁的力量 在关键时刻 他最终以自身的意念控制住太岁 同时也打开了宇峰小小的一些过往记忆 就此本影片将迎来最高潮时 随着天空落下无数 一场虫羽瞬间覆盖了全城 若是虫子被爬满全身 仅仅片刻中便被砍成一具白骨 关键时刻 一名大汉启动齐门盾甲之术法 瞬间一座宏伟的传送门 刷发的树立在大街正中 这是把雾影门的入口都直接搬了管 城中百姓也纷纷涌了进去 可有的来不及逃跑了 只能当虫子的口条 在危难之时 雾影门武士兄妹也显露真身 为的就是斩妖楚魔 看来与天邪的一场大战在随难 经过虫羽的一番洗礼 顷刻间整座城池变成白茫茫一片 原来都是被蜘蛛王笼罩了起来 早就告诉过你们 我会回来在这迷城的尸体上 渐渐的夭夭 怎么 你们还不及 天邪 三年前一战 为你侥幸逃脱 今日无一门 并不会再留后患 一场大战即将展开 众人各就各问 接着轮番上阵 住一会儿 天邪被收入金钟赵钟 但哪能那么容易 要知道天邪已经得到太岁的加持 三年前的封印已经被打开 并且得到太岁后功力大增 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只是一个眼神就把几人给震飞出去 接着像包粽子一样被蜘蛛网包的严严实实 说不定 明天便将成为一坨肥亮 就在这时 正当天邪准备放大招解决众人时 身后被人偷袭 原来是无鹰这小子不讲武德 拿着小刀对着天邪扑撕扑撕戳了好几十刀 自从无鹰决定要取出太岁 一心带着素儿远离凡尘 想着过些平淡的生活 不料被天邪半路杀出 素儿死了 自己却被小小救回 本想逃出凡尘 难料又与天邪作乱威祸人间 天性的侠义心肠不得不令他出手相助 但纵使天邪被他戳出几十个动脑 有太岁的加持根本算不了什么 反而无鹰被天邪伸出触手戳了个透心凉 众人见状也爱莫能重 但此时 唯有风小小拼命出来相救 因为眼前这无鹰不是别人 是自己曾经的搭档 三年前同样与天邪大战 无鹰为了就自己而舍去其身 今天他再也不能让往事重演 但对着这么强大的天邪 只不过增添多藏命 风存已久的记忆 回想起雨风小小的过往 就是因为他吃了灵丸改造了身体 太岁才会把他当作最佳的宿主 所以在他濒临死亡之际 太岁的意识终于被唤醒 重新与他融合为一体 意识到太岁的叛变 这时的天邪才开始慌了 接下来便是无鹰主导的时刻 经过一番惨无人道的爆炮 天邪直接被打出了原血 他喷出坚韧的蛛丝小缠住无鹰 结果却被对方牢牢抓在手中 去吧 当场就放起了风筝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最后天邪被雾影门彻底封印住 而他们在解决完一切之后 同样操作把百姓当天的记忆全部抹去 因为雾影门不需要世人知道 他们只会隐藏于世人的每个角落 默默地守护着一方太岁